我跟委員報告 那天去開球 確實是臨時被指派的任務 因為本來大會安排的是 王貞智來開球 不過他下飛機以後 他表達說因為他手受傷 他不適合來做這件事情 我也是臨時被指派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致詞也是臨時被指派 致詞是我們代表政府 去做的報告 其實世界的賽事 很少人在致詞 你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年輕人 罵得要死 我們 這個有時候寫的真的是不好聽 我都不忍心把它唸出來 部長有空回去再請 你的部署 幕僚弄給你看 那其實這幾張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 正式的賽事 正式的賽事 應該去了解一下人家國際的賽事是怎麼辦 那我們臺灣的賽事要怎麼辦 那這個部分有時候 這是國家的臉 如果說我們沒有去關心 沒有去注意 沒有去要求 有時候丟臉丟到國際上 部長都不見得知道 下一張 棒鞋 這一次12強的比賽 韓國的媒體 痛批 我們這個是職業賽還是業餘賽 然後呢 他有寫到說 球場機場機房失火 這個一件事 我們處理慢半拍 那主辦單位品質不佳 這是蘋果日報報的 也就是說 蘋果日報的記者 去看韓國的媒體 好多家都這樣子在指責 我們臺灣 這一次的12強的比賽 那相對的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比賽沒有規劃好 是會丟臉丟到國際的 好 我們看下一張 球迷買的位置 竟然被鐵架封起來 這是什麼狀況 部長知道嗎 這我不了解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位置你會坐嗎 部長 這位置請你坐進去看球賽 你會坐嗎 那你看這一張 這個 小姐 坐在這裡看球賽 前面鐵架子封這樣 你覺得這個賣票 這一張票兩千塊 兩千塊你叫我坐在鐵架子 這樣看你是把我關係感到裡面嗎 這我們來了解一下 是 這個 我要告訴部長 就是 棒鞋到底怎麼規劃 這張票後來有去跟主辦單位換位子了 只是說 這個很離譜 這張票就是位在這裡 這個 這個好像在建立鐵窗看出去有沒有 在鐵窗裡面看球賽 這情何以堪 好 那我們看棒鞋怎麼說 棒鞋 一開始我們在要求說要給球員保險 推託啦對不對 好 然後呢用國家榮譽 來扣這個帽子 說你們只向前看 好 後來還好我們體育署 有即時伸出援手 後來這個保險是體育署出的 好 這個要謝謝我們體育署的應變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底下的協會 應該怎麼樣的默契來照顧球員 來要求我們的水準可以更高 那棒鞋的意思都是 台灣球場不如每日 需要中央政府跟地方 你看他就怪你們了 你幫他擦屁股 然後做得不好 不足之處都怪你們 然後沒有徵召到旅外選手 下一張 所以這總而言之 我現在是要針對棒鞋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正好跟馬鞭九一樣 那 教育部 體育署面對這樣子的協會 難道 都沒有任何的方法嗎 最後一張 我們希望說 教育部 對這部分應該有更多的關心 就是說 世大運 2017 這個是世界的選手都會來 恐怖攻擊 我們要注意 維安 還是新安 希望不要到時候教育部的講法 那當時部長不在啦 好 沒關係 總是有後面的 總是要行政也延續下去嘛 好 如果去注意到 安全的問題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國際賽事 難道都是協會主導體育署 教育部都沒有意見嗎 總是要去關注他們所承辦的品質嘛 好 最後就是所有的單項協會 我們希望 教育部跟體育署都用一點心 讓單項協會的品質可以更好 好不好 是 我想我們跟那個各個單項協會 會更集結來合作 好 沒事 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不多 那個 部長我今天早上打了四通電話給你 你都沒有接電話 好 也都沒有回電話 也沒有人 也沒有秘書幫忙接電話 好 所以 電話都是政界的 好 我問 我們來查一下這為什麼 查一下 你看有兩通是立法院 有兩天是我個人的行動電話 好 我要問部長一個就是說 學校的組織章程裡面 有講到說組織變革需要三分之二 校會會議通過嘛 對不對 那幾乎所有學校都是這樣嘛 好 那如果併校是不是大事 算不算組織變革 併校已經是一個新的 對啦 是不是組織變革 是不是大的變革 需不需要三分之二通過 併校它是一個計畫啦 它如果在校會有多數通過的話 教育部是尊重的 不是啦 你的組織章程是寫三分之二嘛 那你要不要根據法 這個是因法 看要怎麼做依法而行 而不是因人廢事 而不是今天部長你講什麼話就算數 次長講什麼話就算數 次長講什麼話就算數 那這個就是因人設事啊 所有的大學裡面組織章程有沒有寫到說 三分之二要校會會通過 有沒有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我說合併案 本來在大學法裡面就規定是 尊重各個學校的意見 但是教育部也可以由上而下的來做主導 沒關係啦 組織變革 部長知道嘛對不對 是 總是要有一個組織章程嘛 這個是 這個是依法不是依人嘛對不對 是 你不能說你做個部長 換個部長就可以依人嘛 是 所以我要鄭重跟部長講一句話 教育部要主導什麼事情 還是要依法 是 如果不依法我就告教育部 是 學校的章程三分之二就是三分之二 那你講二分之一就二分之一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教育部 要依照學校的組織章程 法定在那裡就是要叫你依法而行 而不是說你今天當部長就可以改變想法 好這個部分希望教育部 可以遵法遵照法律好好的依法執行 這樣OK嗎 我們會依法辦理沒有問題 依法辦理沒有問題 好這個部分我特別提醒部長 不要 不要忘記了只是 換個部長換個司長就可以不依法而行 這個部分特別的強調 並效是大事 組織章程寫的三分之二就是三分之二 而不是你講二分之一就變二分之一 這個部分希望部長能夠確實執行 好謝謝 好接下來請孔文吉委員質詢 主席可不可以請吳部長 設空委員長 部長你好 在這裡本席是要特別感謝部長 就是我們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部長那個時候抽了一天的時間 願意到蘭椅去參觀那邊的一個 學校的一個環境 了解我們台東偏遠地區 里島老師聽他們的心聲 當天我們是去當天來回 那本席是有陪這個部長去 那我在這裡是特別在提醒一下部長 部長你還記得那一天 我們去蘭椅的時候 跟我們那個學校老師的座談 因為蘭椅那邊有一個完全中學 叫蘭椅中學 剛好那一天我們去的時候 是蘭椅中學的46週年的校慶 剛好他們有辦一個運動會 那然後有四個小學嘛 四個小學 那我們特別有去看了一個野油國小 是 部長你還記得那一天 才上禮拜五 這個我們那個里島 這個蘭椅那邊的老師的心聲 你知不知道他們特別拜託部長的 是他們提了好幾件事情 我們會來努力的處理 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 在里島的老師的生活條件的改善 對這個部分我們我已經要求這個國教署 盡快來處理 尤其是教師宿舍的整修 我覺得給老師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 是應該要做的 這是第一個 對第二個就是那個有關於里島條例的 那個檢討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我們也在跟國發會來溝通 對對對這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是對於偏遠地區的 這個行政人力的補強 對 這個部分我們也在這個研理之中 我想這些事情 我們都會盡快地落實來推動 是 那那個我再提醒一下部長 是 我這邊記錄是有四點 是 第一點就是 野油國小的那個宿舍 是 已經差不多五十年以上了 是 那邊都有臂癌嘛 是 又非常的潮濕 是 那三個老師替代役都擠在一棟 所以那天部長也去看了 是 那所以我是希望 就是部長的偏鄉教育的政策 要優先用在藍宇 特別是野油國小 那個宿舍 那個宿舍 我們那天去看了 真的是有需要改善 確實有需要 就是設備非常的簡陋嘛 就是這個野油國小 那第二點呢 這個學校的校長 他們四個學校跟一個藍宇完全中學 他們因為受到離島建設條例 就是你調到藍宇當校長 你必須要扶滿六年 這個等於是把它綁住 六年在藍宇地區 他們是希望說 能夠不要有這個六年的限制 那這個是真的必須要幫他們設想 為什麼你現在 你現在在本島 你在原住民地區 你那個老師想調走 隨時都可以調 沒有所謂的六年限制 但是在離島地區 你這個校長 就必須要扶滿六年 這是離島建設條例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來修改 那第三個呢 在離島那個地方 藍宇是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它的代議 老師跟教師的代議 不比這個金門馬祖好 他們是希望能夠比照金門馬祖 比照特篇 金門馬祖是這個 坐飛機很方便 你到萊宇的話 可能飛機啊 那個德安航空 它有時候要待一兩個禮拜 它才能飛嘛 他們的交通條件 應該是比金門馬祖還要更困難 那有時候要回本島 來休假的時候呢 飛機也不飛 船也不開 所以他們就必須留在藍宇那邊 這個等於是休假了 這個是對我們這些校長啊 是比較不公平的 那所以它的代議加級 這個方面啊 是不是藍宇的老師啊 能夠比照金門馬祖 那個是一個四級嘛 藍宇是三級嘛 能夠這方面來去做檢討 那最後一個部長那個 那是我們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啊 在藍宇地區當校長當老師的 幾乎沒有 原住民很少啊 是 那天只有一個是 那個那個 郎島國小的校長是原住民 是 所以你就發現了 我們現在那個 郎島國小那個原住民是藍宇人 藍宇他本那個達物族的 但是別的學校的校長都是 都是本島的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要鼓勵我們的原住民的 這個校長 能夠回到自己的 藍宇那個地方 能夠擔任主任校長這樣的工作 那這個是有人才的斷層啊 人才的斷層 所以這個部長我是希望 這幾點啊 就是要怎麼樣讓我們原住民 能夠回到藍宇 自己的家鄉 能夠在那邊擔任主任校長 那你就不用擔心他有什麼流動力了嘛 流動力高的問題 好 所以我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努力 我們希望他們有更多的名額 我們會用公費生制度的方式來培養他們的 都已經有爭取 當然 部長是很關心我們原住民偏遠地區的教育 這個在歷任的 這個都非常的關心 那部長您是最關心的 不管是說我們的 這個學校的資源 這個像我們國教署 體育署 都非常的重視 這個因為本席也會帶他們去到下鄉 全國去會堪 特別都是到原住民地區跟偏遠地區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本席在這邊特別 要感謝我們教育部 國教署跟體育署的 對原住民的很多學校的操場跑道 這個設備都有在更新 這個是事實 當然可能還有很多學校 還是要改善的可能還沒做到 但是確實這個四年 我們全國原住民地區的中小學 是可以說是受到我們教育部 這個一個空前的重視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我們原住民的這個預算的比例 從1.2%到1.9% 那第三個就是針對我們 我們在原住民地區的老師 原住民地區級的老師 至少三分之一 至少三分之一 那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原住民地區的族裔老師 學校的族裔老師 他的終點費呢 能夠增加40塊錢 但是不要小看這40塊錢 這個確實是對 能夠鼓勵我們原住民地區的族裔老師 鼓勵他們能夠傳授母語給他的下一代 所以本席認為這四點 這個我在四點都是本席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爭取的了 這個 那我但是呢 我是希望教育部這邊啊 能夠做好好的宣導 好好的宣導 就是要怎麼樣宣導 讓我們縣市政府知道說 有這樣一個新的政策 我們原住民地區的學校老師 至少三分之一是進入原住民級嘛 那現在就是要跟縣市政府的教育處 要講清楚 要做啊 現在已經第三年了 有五年的緩衝期間 這部分 是不是部長 我是建議了 是不是找個時間 我們到中部地區啊 剛才我也跟我們的陳釗偉啊 特別報告 我們是不是有必要 我們到中部地區國教署啊 那邊開個會 把我們所有原住民教育的成果 做一個總結 順便把這個新的法令跟政策 預算 還有我們現在至少三分之一 原住民金融的比例 現在已經進度是怎麼樣 讓他們知道啊 好不好 好這個部分我們也在落實在列館 我想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願意進一步來跟各縣市溝通 希望他們要真的要做得到了 是 因為他們要開缺 真的要做得到嘛 是 所以啊 我是建議啦 剛才陳釗偉是給我這個機會啦 那我說下一次啊 不是下禮拜 看我們到國教署開會嘛 是 我們把原住民的教育政策 在您這個任內 新的這些政策跟法令 預算 還有師資金融的比例 這個部分呢 大家好好的 跟我們全國的老師校長做一個說明 原住民的啦 是 原住民的說明這樣 是 當然也不一定在台北啊 我們到國教署 到中部去可以啊 是 好不好 我們願意配合辦理啦 是 好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昨天有一個大學的校長到辦公室來拜託我了 就是我們現在因為大學的老師 是 因為他是有受這個教師法的規定 是 那他這個學校裡面呢 有一個老師啊 這個二十多年啊 都沒有發表什麼論文 是 也沒什麼計畫 然後呢這個 跟他這個五次的協議啊 五次的協議 這個老師呢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自自不理啦 他這個 這個 等於是跟學校方面 處得不太好 但是學校呢 那 教育部這邊是 又 又叫他說一定要 保障這個老師的權益 要跟他繼續的溝通協調 否則的話呢 這個 你們教育部 給這個私立大學的 這個叫 講助經費啊 講助經費 是 全數三組 是 我想教育部的技職師 市長有沒有來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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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一下好不好 像類似這個問題 你上台一下 像私立大學的老師有這個狀況 二十多年來 都沒有發表論文 也沒有計畫 那我們學校的校長 跟他協議五次 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像類似這樣的話 是不是教師法 如果說 有這樣的老師啊 不適任教學 而且受課的學生 明顯反應 不適任 或者是 這個 都沒有什麼 學術性的論文 二十多年來 都沒有什麼研究計畫 那我們學校都沒有 都沒有辦法對他 做什麼那個嗎 這個部分 在學校 對老師的評鑑 他有教師評鑑 有 有相關規定 會在 這邊規範 謝謝 現在你們 教育部的做法是怎麼樣 為了 要確保 因為依據教師法 要確保這個老師的工作權益 現在是逼著校方呢 要跟他協調 但是校長已經跟他 協議五次了 協議五次了 然後呢 你們又拿那個什麼 要刪除這個 一千多萬的 這個獎助經費 那這個校長 等於是被你們 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是 綁架 就是必須要讓這個 要 像碰到這樣的一個 不適任的老師 那怎麼辦 是這樣子 那老師 他的權力受損的部分 他是可以走 走申訴 的一個管道 來做一個申訴 那我想 這個部分 應該是 有經過 術院的一個程序以後 那術院的機構 請學校 應該 做怎樣的 釋法的一個處理 但是你們現在 教育部是拿說 這個要刪除 這個私立大學的 全數的獎助經費 然後逼著 校方要跟這個老師 要達成協議 問題是這個老師 做了五次的協議 他就不想 跟學校溝通 那碰到這種情況 怎麼辦 部長 我想個案的部分 是不是回頭請委員 把資料給我們 我們再來做進一步了解 然後再來跟委員 報告 因為這是一個特定的個案 但是本席 是不認為 你為了要確保 這個老師的權益 就動輒 就拿那個什麼 獎助經費 全數刪除 來逼這個學校 校長 要跟他好好談 因為對於老師的權益 我們必須要保障 他如果有解聘 或者停聘的作為的話 要經過一定程序來完成 那可能是他在程序上 不夠周延 才會有這個對於 扣除獎補助款的問題 不過我們願意 來拜會部長 那個時間 好 希望部長能夠盡快 好不好 好 大概到部長辦公室 大概半個小時就好 是是是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黃國書委員質詢 謝謝 謝謝主席 請部長 體育署 體育署署長有來嗎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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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晉級 秉除在八強之外 我想 全國的二丸 對我而言 我在難以接受這個事實 這一次的 球員的素質啊 球隊的品質 能力啊 歷史上而言 算是超強的 是 怎麼會沒有辦法打進決賽呢 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來痛切來檢討 我們的球員打得不好嗎 我認為打得非常好 我們最強的都回來啦 楊黛剛回來啦 我們的隊長林志勝 每一場都打拳雷打 然後我們的旅日投手郭俊瑩 投得那麼好 都不多離個十次的山陣 這一次我們好不容易還要贏古巴 還贏古巴 怎麼會沒有辦法進決賽呢 怎麼會呢 而且這一次啊 還好難得請部長你來開球耶 怎麼會沒辦法進決賽呢 體育署有沒有檢討 因為對方更好 我們還要叫楊魯烈啊 球是圓的 這就是你的檢討啦 對 我們還叫楊家長 我們就是 basic的訓練 我們基本功還不夠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就照這個方式再繼續打 我們未來還要打經典賽耶 我們還要打奧運資格賽耶 我們還要打牙井賽耶 署長 副署長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說 別的國家都在進步 我們沒有進步的意思就對了 那你必須要檢討啊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進步呢 我們是要檢討啊 我們最強的球員都回來啦 那你剛剛那是什麼檢討啊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次沒有進入八強 確實大家都非常的惡玩 真的是很惡玩啊 因為每一場球賽都非常的精彩 都打到最後才能夠分出勝負 對 確實讓大家都扣緊了心血 那前天我去參加參會的時候 也跟這個棒協的理事長 還有這個總教練都交換過意見 大家都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大家再正式的來開一次會 然後就未來我們要 我沒有想要責怪誰啊 是 我了解 我也沒有想要責怪我們的球員 他們都很盡力打得很好很精彩 是 很多人也會責怪郭太元總教練啊 但我也不想責怪他們 我也不是要責怪部長啊 但是署長剛剛那種態度我不以為然 我們應該 再從制度面如果去思考 有哪一些我們可以檢討的地方 讓我們的球員 可以打得更好 要棒協有說啦 他提出一個原因 徵召旅外選手不順利 棒協已經講啦 那體育署 這個就是給你們檢討的機會嘛 為什麼 好 我們從制度面來檢討 我想問一下 這一些為我們台灣拼命的球員 我們國家給他們多少待遇啊 我們只有 只有獎勵金是吧 我們有獎勵金 我們只有獎勵金 沒有獎勵金 沒有獎勵金 不是 這一次啊你們 你們只有給他們 如果可以進決賽15萬 沒有進決賽7.5萬 就這個獎勵金而已 就是每一個球員 7.5萬 好 你們給他們每一天的零用金 你們還是按照 制式的 優秀選手經費補助項目級基準 這個基準啊 一天多少錢 部長你知道嗎 選手的零用金啊 你們只給這個啊 報告委員 這我們都跟職棒 中華怎麼談過 都按照他們的條件 我們都可以給他們相當的條件 因為 職棒的薪水他們照拿 來蔬菜都照拿 所以他們不用來打這個嘛 我就拿職棒的薪水就好啦 不 我們還有另外給他 對 一天多少錢 一天的選手零用金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幫你們回答好啦 一天 新台幣200塊錢 就這個錢 這我來給就好啦 部長 教練費 一天1200 如果我們國家 願意把這麼重要的體育的賽事 當成是我們國家的整體目標 全力要求勝 你們會還要用這樣子的 零用金的標準 去給我們這些 努力想要打贏的球員嗎 這個就是你們激勵的方式嗎 你要不要看看日本怎麼樣 來因應這場賽事 韓國 你看他們都 非常的穩定的打進決賽啦 坦白說台灣這一次的球隊的能力 程度 打進決賽不應該有問題 甚至前三名都不意外的 都應該打進前三名 我們都打贏古巴啦 沒有打贏日本韓國 沒有機會跟他們打 太可惜啦 所以部長 針對這些重要的體育賽事 我們的這一些 優秀選手的每天的零用金 的幾副標準 我們重新去檢討 從制度面去 我們會盡快來檢討 我們的市族的資格賽 只輸伊拉克兩分 他排名比我們 前一百名 我們落後他們一百名 我們只輸他們兩分 我們也是用這樣子的標準 所以體育署 你們要做事情非常非常多啦 對不對 什麼叫別的國家再進步 那我們就可以不用進步嗎 部長 你把你剛剛那句話收回 報告委員 我們會盡量去改善 我們剛剛講的委員 足球跟棒球 我們再重新檢討 我希望體育署 針對這次十二強賽 沒有進入決賽 你們至少要提出一個 檢討的報告 總是要吧 你們去跟棒鞋去討論 未來我們還要打很多場比賽 全國二晚的同時 我真的希望看到體育署 針對這一次的賽事 好好檢討 不要把球員當成是 比賽的工具而已 每次都要用他們的愛國心來打球 他們基本的給他們的條件 激勵他們的方式是什麼 沒有 副主長你請回 謝謝你 今天要討論的教師待遇條例的 施行系者的這個爭議 部長 我們好不容易在教師待遇條例 我們通過了 而且我們在委員會裡頭 我們也幫私校爭取了一些權益 是 好 他們的待遇是比照共立學校 本來你們是用德 我們把德拿掉了 准用 我們現在發現了 教師公會他們來跟我們陳情 其實我們的教師待遇條例的施行 細則裡頭 我們偷偷的又設了一個巧門 市地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級 學術加級級地域加級 知己數額不得低於本條例 制定公佈前之數額 也就是說 你只要在這個條例公佈前給多少 我只要不要低於他就好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很多學校 都在減薪、減少這些加級 這個部分可能教育部你們要去了解 高校公會也具名 哪一個學校 大華科技大學 他們已經來陳情了 甚至打了兩則 那未來他們就用這個標準 也符合我們的這個 即將要施行的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所以我們這個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現在都還在擬定 我們不能變成這些私立學校 減薪的巧門 對不對 我想跟委員報告 其實施行前後的那個要求 都是完全相同的 他即使還沒有施行 他也不能夠片面的來那個降低 對教師的權益 這個部分本來就 像大華的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教育部已經開罰了 那他如果不改善的話 他會未來會影響到他的獎補助款 這個我們會落實來執行 獎補助款是學校 那問題是影響到這些私立教 私立學校教師他們未來的職務加級 是我知道 所以如果他要回覆 他要回覆 所以你這一條 所以施行細則的那一條文 是有問題的 所以有問題的 所以你們再去研議 你們再去研議 那個是有問題的 另外 大家都非常關心 這個 我們教育部的官員 退休以後到私立大學 擔任職務 特別是校長的職務 我想問一下部長 你明年可能會離開部長這個職務 你有沒有計畫要到私立大學擔任校長 我會回政大教書 我剛才也 這段期間有沒有開始有私立大學跟你談 希望你去擔任他們的校長 沒有 那未來如果有呢 你會答應嗎 我會回政大教書 就是你不會接受 私立大學的聘約 擔任私立大學校長的職務了 我還會在政大教很多年書才退休 你在政大教書 你其實也可以在私立大學當校長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規劃 好 你不會明確的回答 可以 好 我現在指出 我現在的資料 我們總共有34所私立的大學的校長 是從我們國立的大學的教授 甚至是我們教育部的官員退休去擔任的 也就是說他領了我們教育部的退休金 然後又到私立大學擔任校長 總共有34所大學 好 這裡頭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開始來檢討了 大家會質疑啊 我們每一年講住私立大學那麼多的卓越計畫 為什麼私立大學要請我們這一些 教育部的退休 特別是有官職的 擔任他們的校長職務 有利於他們跟教育部申請經費 申請卓越大學的計畫 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想教育部所有的計畫申請跟審查 我們會確保公平跟公正 這個部分這是教育部的責任 我們會確保這件事情 好 我必須再點名喔 至少現在 現在這34所私立大學裡頭 就有兩位現任的私立大學的校長 是由我們的教育部的常務次長跟政務次長退休的 這兩所學校分別在104年領了卓越計畫6000萬 另外一所領了5000萬 在這裡 那您說都沒有關聯嗎 因為所有的專案審查都是專家審查 其實連教育部我們也都沒有參與或者是干涉 部長 我當然同意這個沒有違法 因為學校即使是私立大學 它也不是什麼營利團體 但問題這期間牽涉的利益太龐大 太龐大 牽涉到私校的利益非常非常龐大 所以部長我認為啊 你要以正視聽啦 至少你今天應該要很明確的講 為了要度悠悠之口 為了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教育部應該嚴禮相關的旋轉門條款 因為我們教育部每一年要補助 非常多的私立學校 那透過評鑑的方式嘛 那你這個要如何讓人家幸福 我自己的教育部的次長 去擔任這個私立學校的校長 然後他又領到了我們更多的補助 那你叫別的學校校長要不要跳起來 這期間沒有問題嗎 我想那個全序部跟人事總座 都在研擬那個軍工教人員 轉任的相關的辦法 我們支持這個修法啦 部長 我建議你們快去研擬相關的制度 看能不能就我們的教育部的官員 轉任私立大學的校長 這一個旋轉門 你們去弄一個條款出來 好不好 我們會來跟全序部研究相關的法律問題 不然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未來的私立大學 他會在每一次 每一個學年度裡頭 拼命的去挖角 包括部長 你也 有可能是會被挖角的一個熱門人選 好 以上 是 謝謝 接下來請鄭麗君委員發言 好 主席麻煩請部長 請吳部長 是 委員好 部長 本席在審查明年度預算的時候提案 是 提了33個案 請我們國立大學 每個學校來努力擴大這個弱勢生入學 是 那部長你也同意說 這個希望鼎大 是 這個105年度明年要達到2%嘛 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 是這個教育的反重分配 從升學裡面就發生了 是 因為很多研究都指出說 這種競爭式的入學 尤其是考試競爭 跟這個社經地位落差是有正相關 最近也有新的統計數據 研究成果已經出來了 所以剛剛部長你回答 蔣乃欣委員你說 很多學校認為說這個 考試競爭也是一種公平 部長 這是一種富人間的公平 有能力成為競爭過程的winner 彼此間透過這個遊戲規則尋求公平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 這個社會不正義啊 這個入學制度本身透過彼子的考試 就讓社經地位落差者 他不容易進去啦 部長這個原理在這邊 所以不要混淆兩種公平觀 我們現在講的社會結構的公平正義啊 那所以我當時指出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的弱勢 這個打念私立計專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一 結果這個是一百零二年的資料 但是咧 我們現在再看新的資料 一百零三年才一年之內咧 這個私立計專已經膨脹到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上升兩趴啦 然後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公立計專下降啊 所以幾乎都往這個私立計專跑 越來越嚴重啊 部長 所以我們現在啊 你們做的這個起飛計劃 是針對頂大希望讓他們多一點機會進去嘛 但是我請問部長 你兩趴怎麼算 就是我們由各個學校報出來的名額 它包含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跟特殊禁育家庭的子女 你的這個弱勢包括低收中低跟特殊禁育 對不對 但是部長本席在六月跟你們要中低